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在性侵被诱生的故事 财女座驾A女谈书也是回溯自己的人生 她的名义父亲与丈夫周日与A女的大学指导教授见面 追忆早逝的生命 教授颇文转述 她谈到A女的诚实是要为这个荒凉世界带来更多爱 A女父亲回应 在这个残酷社会所有的诚实都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A女用生命控诉震撼社会网友愤怒要揪出狼狮 有人找出A女曾被某补习团队交过的记录 并比对书中角色 名师资料 点名是稀释所为 还有民众PO出照片 指南部某补习班已经将她的招牌拆掉 也有学生PO出上课时询问名师是否为当事人的纸条 并指对方当下顾左右而言她 五一劳动节 台南的补习班为营业电话无人接听 而位于台北的补习班门口跑马登上 还主打西施的国文教学班 但柜台人员见到媒体立刻拒绝受访 追诉权时效是20年 那如果本件的话 如果真的是发现有犯罪事实是还可以追 律师指出女座夹遭名师五入案件非告诉乃论 家属如果要提告可依刑法第228条 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交者 最重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被点名的补教名师过去很活跃 然而至今神隐对于网络的指控保持沉默 记者林网月方台北报道